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來看到阿根錦總統這個狂人 現在又再度做出了狂的舉動 因為我們看到之前 他因為在出訪的時候 不只是有拒絕 會沒有西班牙的國王和總理 甚至還暗指說 西班牙總理有貪腐的妻子 就引發了兩國現在的 當然是關係相當不好的時刻 那麼西班牙隨即也在上週的時候 就把大使也召回去了 他就提到他沒有要示軟 他說這是荒謬 而且傲慢的社會主義者作法 不斷的在點燃戰火 那麼西班牙的外長就提到說 沒有看過像這樣的景象 因為一國的元首 竟然是到別國來侮辱他們的制度 甚至是公然的干預內政 好 大家很擔心說兩國的外交 現在進入到冰點的狀況 會不會接下來就真的要斷交了呢 好 我們看到法新社就分析說 其實米雷伊現在進行更多的侮辱 甚至是說西班牙總理有自卑感 要他去看心理醫生 好 現在沒有台階下該怎麼辦呢 可是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難道是要來掩蓋國內的紛爭嗎 因為我們看到包含是他之前 砍福利 勞權 以及大學的經費 甚至是通膨的問題無效解決方法 都沒有效果的同時呢 有超過十萬人是上街抗議的 好 可是這個時間呢 我們看到他在做什麼呢 阿根廷的總統 他卻是對著麥克風怒吼 還是他當選以來首次演出 他還唱歌 他唱的這個歌呢 他還說他是失落世界的國王 說他要消滅對方 是在體育場來亮相 這也是他上任總統 去年當選以來 第一次在體育場做演出 可是這個時刻 大家覺得太荒謬了吧 你的外交 內政問題這麼多 可是總統卻是在台上高歌 好 我們看到他現在 要解決通膨的問題 甚至就拋出說 要把這個美元當作是法定的貨幣 甚至直言原本使用的P索 將要成為博物館的珍品 未來要消失 過去在面對通膨使用 休克療法是沒有效果的 那又發行了1萬P索的面額 現在也沒效 現在就乾脆說 那我不印鈔票總可以了吧 問題是 問題更多了 因為阿根廷的這個政府 這些改革嚴重到衝擊的民生 像是這個首都的地鐵票價 狂飆了360% 你沒看錯這個數字 很多民眾就說 一天可能只能吃得了一餐 還有是阿根廷的運輸公司老闆 也說這位總統取消一些客運的補貼 導致價格上漲 這直接的影響到了人民 所有這些激進的經濟政策 最後受害的都是人民 為什麼他會搞出這件事情 就是被發現他出了一本書 在這個新書裡頭 原本是要講一些經濟學之道 結果就被指控了 說他是偷竊是票竊了 阿根廷的技術委員會成員 也就是兩名智利的經濟學家 和美國網站 也就是他是抄襲的 所以是不是就是這樣 代表他沒有什麼這些相關的知識 才會導致有這些政策不斷的錯誤 好 現在阿根廷當然也有警察 他們走上街頭抗議的是想要加薪 還有發生了大罷工 簡直這個社會一團亂 好 相比而言都是中南美洲國家 可是巴西 我們就看到 巴西和中國大陸一直都是還滿友好的 都是發展中的大國 也是新興經濟體的代表 當然也都是金磚的主要會員 兩國的貿易額 已經是將近有2000億的美元了 所以是不是這個路線的選對 還是相當的重要 好 那南美中三國的外長 也是要來訪問中國大陸 我們看到上個月 其實阿根廷官員也有拜訪 討論這個貨幣的相關議題 說是對債務的緩解 是不是有一些壓力 雖然說上次有外長訪中 可是接下來下一步 習近平會不會因為阿根廷這些 對美國示好這些動作 也是想冷落一下 好 來亮哥怎麼看說 阿根廷的這位狂人總統 他一連串是不是步步錯 我覺得這個 你如果從歷史來看 可能是阿根廷這個國家有問題 就是以前左的時候 比如說以前那個強人 他就到處發社會福利的錢 給窮人 本來阿根廷的經濟是相當不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戰的時候 他還是全世界前七名 那個時候是農業時代 阿根廷的牛肉是非常有名的 結果後來就是左翼上來 然後就說要照顧窮人 那個最有名的就是那一位 Avita 她的夫人 她是窮人的 這個 窮人的 皇后 皇后 就不斷的花錢 然後國家 又花錢鞏固 花錢鞏固支持 然後也花錢 用社會 建立社會福利的國家 禁忽就是社會主義 那當然就導致你投資就減少 然後很多企業就不願意來阿根廷 那現在倒過來 現在跑到了極端保守的這個 就是完全自由化 那又是另外一個極端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能反映出這個國家的老百姓 在做政治選擇的時候 你都做出極端選擇 這種都滿極端的 其實這種國家真的不多 說選左的時候這麼左 選右的時候這麼右 那你當然就會導致你的經濟發展 一定會出問題 就是巴西 我覺得魯拉上來之後就是 勤勤懇懇的務實 面對自己的問題 結果這位米萊先生 他一上海就決定退出金磚 然後他自以為美國會答應他 來兌換美元 拜登根本就不理他 因為你的幣值不穩定 我怎麼可能讓你盯住美元 你隨時都在變動 所以 甚至他在選舉的時候 還說要廢掉央行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主張 所以他是抄襲 某問題是你為什麼會 那個抄襲是小事 因為這種瘋狂人物 做出抄襲那算什麼 我是說你都沒有搞定 美國有沒有同意 讓你盯住美元 來做你的金融改革 你就直接就對中國 對巴西 都把他認為是社會主義國家 現在連西班牙他也認為 是社會主義國家 然後就流彈四射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 都不知道自己需要穩住 哪些關係來保障他的經濟發展 賴老師 接下來可能要斷交了吧 西班牙 我覺得造成阿根廷 今天的這樣的一個窘境 目前來講阿根廷 因為退出金磚的國家組織 我們看到金磚國家在擴容 然後他反而退出來 所以他在這個體制內 他的貿易就出現了 更大的一個問題 然後他本來想說 我退出來了以後 我就討好美國 美國應該會歡喜 會讓我跟美國 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可是問題就是 美國這個國家 他基本上來講 對他沒有好處的 他不會碰的 所以他當時對阿根廷的承諾 到最後都沒有兌現 所以阿根廷沒辦法跟美國 發展出自由貿易的關係 然後也沒有辦法跟美國 發展出這個美元之間的 跟匹首之間 匯率的穩定的一個機制 都沒有 他的南共體的情形下 巴西一看 你這樣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巴西跟阿根廷 也保持一個距離 所以他在南共體 這個南方共同市場這個部分 他也沒辦法 有更多的一個進展 這樣的一個情形 其實這個總統已經把自己 陷入了很大的一個困境 後來他又回過頭來 想找這個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一看說 你這個國家 你這個領導人這樣子 顛三倒四的 然後你再回來找我 中國大陸卻保持謹慎了 那麼跟阿根廷的關係 並沒有 因為他又回過頭來的時候 然後就恢復了跟以前的合作關係 這樣的情形 阿根廷原來從美國那邊 也得不到他要的 因為阿根廷不是巴西的前任總統 那美國也不是以前的川普 也比較幼的都不是 那阿根廷就把自己陷入一個困境了 這次鬧的風波是在哪裡 他到了西班牙去訪問 可是問題就在於他是總統 結果卻到西班牙去以後 不去跟西班牙的國王會見 連西班牙的首相 就是掌權的也不會見 然後去見極右派 然後在極右派的演講裡面 批評阿根廷的 西班牙的首相的夫人 而那個首相夫人的 被指控是莫須有 後來法官 檢察官給他清白 然後是誰指控那個首相的太太 就是那個極右派 那個極右派在西班牙 就是一天到晚在告人 我們叫做濫術 很有名的一個組織 結果你看看這個總統幹這種事 這等於是在人家地盤上撒野了 不知你 阿根廷最重要是從1982年 4月到6月的 因阿福克蘭群島戰爭 敗了之後 整個後面就兵敗如山島 整個經濟 他那個1980年他通過膨脹 百分之1000 就是說今年你去買個麵包 波羅麵包30塊 你明年同樣時間去買波羅麵包 變成300塊錢 漲10倍 百分之1000 那怎麼過活 而且失業率非常高 600萬人失業 沒人工作 變成停滯性通貨膨脹 因為阿根廷找不到市場 因為大家都跟他 有貿易上的抵制了 因為阿福克蘭戰爭 並進英國的這些朋友多 一抵制之後沒有市場 沒有市場就沒有就業機率 沒有就業機率 大家都失業 失業又沒有收入 又面對那麼嚴重的通膨 在去年2023年 西班牙的 不是 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是 百分之110 不是211 210 你210怎麼辦 你就是說我們通貨膨脹 到我們2% 3%就不得了 而且200% 210% 那麼高 當然受不了 而且現在失業那麼多 通貨膨脹那麼高 那他怎麼樣去解決 你看他自從1982年開始 一路都走下坡 到現在為止 他又要退出金磚 其實他很好 在金磚裡面很好發揮 因為阿根廷有彭巴草原 彭巴草原牛肉跟農產品 非常的豐富 這個是可以剛好外銷 剛好可以利用金磚去外銷 這些糧食跟農產品 稍微挽救他的一個經濟 他又沒有推出來了 我們看旁邊 他的北邊那個巴西 巴西比較聰明 巴西跟阿根廷不一樣 阿根廷是西班牙文 但是巴西是葡萄牙文 巴西人口又最多 2億 1千多萬人 非常多 我賭國裡面一樣 巴西就是咬緊中國大陸 因為巴西農產品剛好 世界上最大的糧食輸入國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需要糧食 巴西剛好產糧食 剛好賣過去 巴西也產石油 也一部分賣在中國大陸 所以去年兩國的貿易量